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路上最大的贵人就是不抱怨的自己 畅言道,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在我们的生活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但有的人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就习惯性地不停抱怨 马云说过这么一句话 当抱怨变成了习惯 就像用海水来解渴 你喝得越多反而越渴 越爱抱怨生活的人 越容易陷入诸事不顺的沼泽之中 习惯抱怨到最后都会变成一场灾难 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一个农夫架着一只小船 给邻村的农民送东西 当时的天气十分炎热 为了早点摆脱糟糕的天气 他匆忙地驾驶小船 想尽快地完成任务 就在农夫沿河而下的时候 迎面驶来了一只小船 而且丝毫没有闪避的意思 农夫着急地大喊 让开 赶紧让开 你这个白痴 再不让开就要撞上我了 结果农夫的船果然被撞上了 他生起的大骂 你会不会下船 这么宽的河面 你竟然撞到我船上 但当农夫仔细观察那只船后 才发现原来是一只空船 抱怨是一种坏习惯 一旦这种坏习惯形成了 你就会不经意间抱怨生活 抱怨人生 把抱怨当作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 如果任意放纵自己的怒气 不仅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也会把周围的人弄得很烦闷 抱怨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愚人无异 愚己不利 生活也就成了老龙一般 处处不顺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生活从来不会偏淡谁 过得好与不好都是自己决定的 懂得用乐观积极的心态 看待生活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日子才会越过越顺 泰妮曾担任过美国的财政部长 可谓是睿智女人的代表 她出生时没含着金汤石 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美国财政部长 当选后 泰妮第一次去学院进行演讲 很多学生都很期待 兴致勃勃地想听这位女强人的奋斗时 他们本以为部长会说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如何好 人生如何顺利 然而泰妮一开口 却让很多人瞠目结舌 泰妮走上讲台扫了眼观众 开口说道 我的母亲是一个笼子 她没有办法说话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更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而我生平第一份工作 是在棉花地里帮助别人除地 一席话让台下的学生惊呆了 因为在此之前 很多人对泰妮的当选不以为然 以为她所取得的成就只是靠关系 但听了泰妮这一小段话 让很多对她有偏见的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开始认真听她演讲 演讲准备结束时 泰妮说了一段话 如果命运对你不公平 你可以想办法改变 用自己的手把它扳平 光抱怨是没有用的 改变自己的心态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她演讲完自己的经历后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再也没有人瞧不起这位女财政部长了 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越努力越幸运 成天抱怨只会一无所获 不抱怨你就赢了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 气氛始于愚蠢终于懊悔 很多事情你越是抱怨 它越会变得糟糕 很多遗憾你越是抱怨 越觉得懊悔不已 懂得化抱怨为力量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家庭新三是日本狮王 牙刷公司的一名小职员 有一次他加班到凌晨 很晚才回到家休息 尽管他很想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第二天他还是待早起上班 起床后他带着一脸的起床器 匆匆忙忙地洗脸刷牙 不料鸡猫中却出了点乱子 牙龈被刷出血来 他顿时火冒三丈 因为刷牙造成的牙龈出血 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朝公司走去 一心只想怪罪技术部门 当准备走进技术部门时 他突然看到了门外贴了一条迅接 当你遇到不满想要抱怨时 要认识到正有无穷无尽 新的天地等待你去开发 于是他放慢了脚步 冷静了下来并开始思考 这段话 他回想自己摔癌的过程 才发现自己一直都太急躁 后来他不再抱怨技术部门 反而和同事们一起研究 改进牙刷的方案 经过一系列的试验 加藤发现了一个为常人所忽略的细节 他在放大镜下看到 牙刷毛的顶端由于极其切割 都成锐利的直角 他对技术团队说 如果可以把这些直角都错成圆角 那么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同事们听了他的方案 都一致同意他的建议 改进了产品 改进后的试验牙刷 很快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 对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加藤 也从普通职员晋升为科长 随后更成为董事长 人都有抱怨的习惯 却不知道这个习惯 容易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 夫妻相互抱怨 感情难以持久 朋友相互抱怨 情意不会珍贵 少一些抱怨和指责 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调整好心态 一切才会好起来 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 幸福的人不抱怨 抱怨的人不幸福 人生路上最大的贵人 就是不抱怨的自己 你很累 身体疲惫不堪 心里破碎一地 很多次想要放弃 很多次想要逃离 只是习惯了假装坚强 一个人也活出了 一支军队的样子 正如网上说的 不管昨夜经历了 怎样的气不成声 早晨醒来 这个城市依然撤水马龙 苦自己扛才能更快熬过去 生气不如争气 求人不如求己 生活不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没有人能为你的一辈子 遮风挡雨 包你周全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命运给予你什么 你就得面对什么 即便你暂时绕个弯 但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躲躲转转 还是会回到原点 并且变得比原来更加复杂 最熊无非讨饭 不死总会出头 既然苦难丫头 就勇敢面对吧 你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会有多大的潜力 做从未做过的事 走从未走过的路 一路上战战兢兢 一路上披荆斩棘 跌倒了就拍干净尘土 爬起来 受伤了就包扎好伤口 再出发 办法总会比困难更多 即便最开始的时候束手无策 但只要肯钻眼 只要舍得一身寡 总会于绝处逢生 等到柳安花明 又一村的时候 你会无比信心 幸好自己从未放弃 路自己走 才能到达想要的远方 你有你的梦想 我有我的追求 而一旦选择了 这条并没有多少同路人的路 一切就只能靠自己 才能到达想要的远方 知意行难 再小的梦想 光说不做 就永远是空想 再遥远的目标 日复一日的坚持 也会天天靠近 最怕就是语言上的趣人 行动上的矮子 蹉跎了岁月 耗费了光阴 才把自己的斗志 一点点消磨殆尽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长 现在就出发吧 为了理想 为了爱情 为了生活 为了幸福 趁着青春尚好 趁年华甚好 走过去 才能邂逅不一样的风景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累自己擦 才不会累长流 累是无助 累是心酸 累也有喜极而泣 有力精通主后的 从容和豁达 也许你常常 铠探命运的不公 与残忍 也许你正在人生的低谷中 奋力挣扎 每一步都咬紧了牙关 每一步都仿佛用尽了 所有的力气 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多想 孤苦无依的时候 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 多想 满腹的委屈 能够有一人倾听 从头至尾 哭诉个够 多想流泪的时候 能有坚实的臂膀 可以依靠 现实总比想象中残酷 你的泪 你的笑 与周围人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大些关注你的人 等着看你的笑话的 远远超过了真心期盼 你过得好的 你一切的一切 只有小心果藏 才不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于无声处崩溃 于静默处努力 也许要十年磨一剑 也许要用尽一身的心血 才能有些微成就 但此时 流下的泪 再也不是无助和心酸 而是自信和坦然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成为任何 你想要成为的人 永远不要羡慕 别人的辉煌 当你还一文不明的时候 当你还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 时常问一问自己的心 是不是舍得让自己去拼一把 坚定地对自己说 我能行 就像歌曲《水手中唱》的那样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你的留言和分享